有一个社会运动上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比如说这是在1967年的时候 《时代周刊》把它作为了一个封面 那实际上 冰药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发现 或者说它的这个作用是什么 它的这个功能和作用到底是经历了怎么样的历史呢 其实早在之前的半个世纪 大家就开始发现在1916年的时候 大家就发现在这个老鼠身上 如果你把这个卵巢里面的一个组织叫黄体 当然主要是分泌它的一个腺体 如果把这个黄体取出来 放到另外一个老鼠身上 它的皮下的话 这个老鼠就不再排卵了 那后来的话 那这个时候大家并不知道 为什么把老鼠身上的一块组织 移植到另外一个老鼠的组织 就会发生这么样的一个功能呢 那后来大家开始去分离 就是说分离说这个黄体 这个组织里面到底是存在什么样的物质 只能够去抑制这个老鼠 这个大鼠的这个牌子 后来呢就是提取出来了 这个两种物质 这两种物质 大家看这个化学结构都很简单 那我们今天知道一个是磁基数 一个是蕴桃 这都是非常简单的这个黄状分子 那这个是离我们所知道的生物学 更进一步了 那么这两种物质到底是什么样的作用呢 那我们今天的生物学 其实对它有个更进一步的了解 其实今天大家对于这个 女性的这个性基数这块的话 其实是了解比较清楚 像刚才就学医生的这个 我们这个朋友应该也非常清楚 其实属于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首先从夏秋老 这个地方会分离一个GNRH 就是叫做促性线基数的这个释放基数 那这个呢 它到达了这个大脑的这个垂体 到达垂体过后呢 然后促使这个 促黄体基数和促暖泡基数的这个释放 这两个基数呢 主要的作用就是会使这个暖泡成熟 而且能够促使台卵 同时呢 这两个基数呢 又会使卵巢去释放另外一个基数 叫做磁基数和运酮 这两个就我们刚才从黄体里面 提取出的能够抑制排卵 这两个化学物质 那生物体是非常巧妙的 因为这里看到 这一共是三组不同的化学物质 在里面去起作用 那中医都会去讲一个阴阳平衡 那在西医或者说在我们的生物体内 其实有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 副反汇机制 来去控制这些都不要超量 因为它是一环紧扣一环的 我们如何才能让它保持是一个 合理的平衡呢 就是说这里面一个副反汇 意思就是说 当这两个基数的量开始 很高的时候呢 它就会反馈去抑制这个下丘老 来排放这么一个 处性线基数的一个释放基数 意思就是说它自己是一个回路 一旦这个到了一定量度 它就会自我抑制 那所谓的就是说 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在一个正常的老鼠或人的体内 其实加入这两种基数 作用就是说它会抑制 抑制下丘老去分泌这个处性线基数 释放基数 那么它就大佬就得到一个假信号 就说我现在已经有足够的磁基数和运同了 不要再分泌了 那实际上这是个假的信号 那这个信号呢就会使这个 处黄体基数和这个处暖炮基数的量下降 这两个量的一旦下降呢 就会使这个暖潮就不再会形成成熟的暖炮 不再进去攀闻 所以说其实现代的这个避孕药很简单 就是这两个的合到一起的一个 就是这两个种物质合到一起形成的这么一个质精 就是所谓现在的这个避孕药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在一个生理周期里面 这个是第一天啊 这个是所谓的月经周期的 第一天到第28天 所经历这么一个变化 就是说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一个 LH和FSH它的量会这么一个变化 那这个地方呢是14天的时候 一般大家就是说排卵期 它会这么有一个峰值 在这个峰值的时候呢就会促使排卵 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加入了 就是服用了这个 硬酮和雌激数的话 这个就不会出现这么一个峰 那就恶法进行正常的排卵 而在这个时候呢就是 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原理 大家也是到了上个世纪 就是上个世纪 大家才去搞清楚它的作用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这几种 刚才我们说说的这几种激数在体面 会发生这么一个变化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在为什么 就是女性这些激数 这也会影响到一个情绪的变化 当然所以为什么会说大家会 有时候会 叫做PMS也好 或者女性的这个情绪会有很大的一个波动 和这个激数在体内这个波动是有很大的一个 这个关系的 那我们就说了 那之前我们可以从老鼠的体内去提取这么一种磁性激数 就是提取运酮和雌激数 那其实早在 那这个提取总是很贵的 在1939年的时候呢 大家其实就可以从植物的体内 有这么一个前提 这种激数 一种植物基础 而经过一些化学反应呢 就可以来得到这种运酮 但那个时候呢是非常而贵的 到1951年的时候 几位化学家 这样就可以通过从化学合成的方式 来合成出运酮和雌激数 那这个呢 其实就已经为我们所谓 并运药的这么一个生产 提供了一个这个 一个基础 那这个呢 我们要稍微来讲一些 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这个 发明了并运药 这个所谓这个运酮 合成的这个化学家 那这很有意思 他实际上是斯坦福的一个教授 我觉得他 把他的那个数 我就觉得在那个年代 一个科学家 他同时也是一个小说家 和一个剧作家 在现在我们已经很少见到 在那个年代 你可以看到他其实也 发表很多小说和剧作 就在那个年代 我们还能见到像达芬奇这样 虽然还不像达芬奇那种全才 但仍然是一个 可以可以融会贯通 很多学科的 在那些大家的存在 那其实到了20世纪的 20世纪的50年代的时候呢 大家其实已经搞清楚 这么一些化学物质的存在 能够能够去抑制这个排卵 但是那个时候呢 所谓的药厂 大学和政府 对这么一个东西都没有兴趣 当然没有兴趣的原因很多 一个是非常难贵 那个时候合成很难贵 第二个呢 因为很多社会上的禁忌 关于宗教的原因 和社会伦理的原因 让大家其实是非常的畏惧 去做这一件事情 所以时光了一下子到了60年代 在美国的60年代呢 我觉得可能是最过去100年里面 美国历史上面最过于叛利 最过于 这么一个时代 很多大的历史事件发生的那个时候 比如一个是平权运动 关于黑人和白人的一个平权 另外就是很有名的60年代的这个反文化运动 它主要是很多是来自于中产阶级 或者中产阶级以上的也很多青年 他们在他们自己在anti-establishment 就是反抗这种资本主义的这种生活方式 当然也有性解放运动 也有很多一些所谓大家见到的 这种西皮式的生活方式 那其实就在我们附近啊 这个旧金山它的顶 它的顶端是在1967年的时候 有个叫Summer of Love 这就是在旧金山当年的金门 应该是在金门公园那个地方 Summer of Love 这么大的一个社会运动 它当时的一个社会运动 很多年轻人聚集在这个地方 他们想要这种更加自由的 更加反叛的这么一种生活方式 那同时呢 也迎来了第二波的这个女权运动 所以第一波的 这个第二波呢 其实可以到 我们可以遵循到1949年的时候 法国的女权主义者 也是一个女性作家西蒙波夫娃呢 他发表的一本非常在女权这个女性运动 女权运动上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本书 叫做第二性 然后呢 这个呢也是被作为女权运动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 一个开启的一个这么一个 一个起手蜡喊是这么一个一个著作 那其实第二波 第一波的这个女权运动呢 更多是在一个投票权上 那第二波女权运动 就是从1960年到1986年开始 这么一个女权运动呢 更多的是想要追求一些在家庭里面 在性上面 或者说在工作环境里面 有一个和男性的这么一个平等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6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 大家在追求这么一个女性更多的想要走出家庭 去参加到工作上面去能够控制自己的生育权利 这么一些大型的这种一些社会的一些游行 一些社会上的诉求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刚才说了 冰云药它现在其实是已经万事俱备 但是缺一个东风 这个东风是什么呢 就是需要一个钱和一个社会的一个需求 那在这个时候呢 好像这么一个Margaret Sinker 这么一个人 这么一个女权运动者 她找到了当时的一个 就是来进行避孕要实验的一些一个科学家 那她是什么呢 这个人她实际上是所谓美国叫做避孕运动的一个 叫一个Founder 一个开拓者吧 然后她后来呢 她也是成立了一些就是诊所 一些避孕或者说这个堕胎或者这么没目的的一些诊所 后来她成立了这个处置呢 就发展壮大 成为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这个Planet Parenthood 这个基本上在美国的每一个市政都能见到这么一个是美国最大的这么一个可以叫做计划生育的这么一个机构吧 那对于她这个人本身来说 她实际上是出生于平民家庭的 我觉得有一个动机让她这么去关心这个母性的权利 包括女性的生育权利的话 一个原因是她的母亲啊 是实际上她的母亲怀孕了18次 然后在她母亲40多岁的时候 就是死于应该是在怀孕这个一个出现了一个她最终18次怀孕里面有11次是顺利的生产下来 但其他的也是夭折 就是她对她自己来说的话 她从小的成长经历在很多时候都在照看这些年幼的这些弟弟妹的或是基因 那在这个时候呢有另外这么一个科学家正在等待着 她是这实际上是在Harvard的一个教授 她那时候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助理教授 她的这个职业生涯的前期 她一直在研究这些瓷器术啊 她对于这个怀孕过程的这么一个 之间的一些反应 这些一些原理 但她实际上她的工作 当时她就是能够在媒体上报道 能够在体外让这个老鼠大鼠进行受孕 但这个媒体出来的结果呢 就是美国的民众呢 把她认为是Franconstein 那Franconstein这个东西呢 在美国来说 公众和文化里面有着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大家叫做科学怪人 那其实是对这个美国文化社会 社会文化里面非常有影响的这么一个小说 实际上是在 19世纪的时候 这么一个出现 Mary Shelley这么一个人 她写了一本小说 在这个小说里面呢 就有一个这么一个科学怪人 她通过自己的一个科学实验来 就是制造出来的一个怪物 然后这个怪物 非常非常恐怖 这么一个人 那这个呢 所以在美国很多时候来进行这么一个非常 前无仅有的 特别是跟人体相关的这些实验的时候 会找到来自于民间非常大的主力 一个是宗教的原因 另外也是由于包括科幻 后来更多的一些科幻电影 包括最早的这个Franconstein 就是会塑造出让大家对这个科学会有一种恐惧 因为这个科学 大家如果不好好控制 对于在科学家的手里面就可能会制造出怪物 最后可能对人类社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危害 那她呢 因为做这样的研究 然后在公众 当公众知道她还做这么一些关于老鼠这个体外 去受精去怀孕的这么一个研究呢 她也是做到媒体非常大的这么一些 就是叫做对她的一些攻击 人生攻击 这个甚至呢 在她当时所在的哈佛大学 也造到了非常大的一个阻挞 这个导致于她在哈佛受到很大阻挞 后没有办法去评这个Tunner的一个教授 然后她就离开了哈佛 去到一个很小的一个学校叫Kwark University 在这个那个地方呢 她成立了一个组织 那个组织呢 专门来研究这个关于人的这一个 避孕和一个生育的一些问题 但是她那个时候呢 非常缺钱 大家可以想象 那个社会上的一片都是反对的声音 然后又没有什么人有兴趣 那她成立了这么一个Foundation 当然因为缺钱到自己 同时需要去身兼一个清洁工的这么一个角色 就是可以想象的当时有多么的困住 那在那个时候呢 我们刚才出了这个Margaret Sengert 她正好在社会上去鼓励 号召或者说女性去进行避孕 那这个时候 她呢 找到一个盟友 就是一个非常有钱的贵妇人 那这个也不是一个普通的贵妇人 稍微来讲一下这个Catherine 这个Catherine呢 她自己其实是出生在一个上流 非常有钱的家庭 她自己是MIT第二个女学生 她在MIT的时候也是非常有女权 精神这么一个人非常反抗 但是要求所有的女学生要不去戴帽子 她当然就是不戴 她说为什么男生我们非常要受到这样的限制 那她当时从MIT毕业过后呢 本来是想去继续去读医学院 那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她嫁给了当时 非常有钱的一个家族企业的一个继承人 嫁给了这个人物后呢 她的这个丈夫很快就被诊断成 具有这个精神分裂症 而且病情逐渐的弄化 所以她这个丈夫当时的财产呢 很大的就是转到她名下 所以她有很多的钱 然后那时候她的丈夫又继续 其实嘉宾在婴称的上是比较不幸的 因为身外有精神分裂症的丈夫 然后她自己也没有孩子 但她那时候把很多的精力投到了 这个社会面图上面 她当时啊 因为她自己继承了很 通过她的丈夫的家族继承了很多的 这么一笔财产 所以她当时支出了 所以最重要的贡献 她是把这个钱拿去支出了 刚才我们所所讲的 这个Gregory Bickers的这面一个 关于B1的药的一个研究 她当时是支出了两万 两百万的美元 相当于现在的12个Million的钱 非常大的一笔数目 这个是直接推动了后来对于这个 B1的一些这个临床的实验 那当时呢 在正在在那个时候 也跟一个中国人非常大的关系 这个人叫张明爵 他实际上是在出生在中国 在清华大学读到 拿到了本科的学位 然后在剑桥接受了他的博士聚位 他在40年代的时候呢 就加入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Gergory的这个新成立的这么一个非常缺钱的这么一个 一个Foundation 关于去研究这个B1的这么一个Foundation 那他那个时候呢 加入之后 特别是到了51年 通过刚才所有的Catherine 捐了一大笔钱 过呢 他就开始来帮助这个Gergory来开展 关于这个B1 关于这个B1药的一个实验 他们首先做的就是 把刚才合成的这个病童 注射在这个兔子身上 然后发现的确是可以让兔子去B1 那之后呢 就是很快 五六年的时候 刚才说51年捐赠的那笔钱 后来呢 这个钱呢 又去做了一个大型的这个临床试验 当时是在Porto Ricos做的 因为那时候在美国 特别说他们当时在的这个麻省 所有关于这个病运的这个实验是被禁止的 所以当时是到了一个美鼠的这个Porto Ricos 那很快的呢 到了 那之后他们其实还做了另外一个研究 在那个Los Angeles做的 但是其实人数也不是很大 但很快 五六年做那个实验 五七年的时候呢 FDA就批准了 说他们可以拿这个去用 就是其实只在六百个女性上去做这个实验过 FDA就批准了 在我们今天看来 这个数据量是非常小的 难以想象这么小的一个数据量 经过一年的时间 大家就可以经过FDA批准 但是当时呢 批准已经不是对于普通的父母去遇孕 而只是说对于这些有 就有menstrual disorder的这些人 可以他们这些小人就有这么一些 就翻译了这个menstrual disorder 或者是面经过调 或者说一些这个问题的 父女可以随随随作为一种药物 一种一种药物治疗 但是很快呢 大家就发现很多正常的父女 就是去要去宣称自己也具有这种menstrual disorder 借此能埋活到这个药 就说那个时候 社会上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那所以因为这么一些 大家可以想象 这种black market的存在 这种1960年的时候呢 FDA很快就批准了 这么一种这个避孕药呢 在所有正常女性身上能够去使用 那非常非常的快 大家可以看到 在1962年的时候 就有100万的美国妇女 已经开始使用避孕药了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社会进程非常非常的快 那我们其实当面说了 这个所谓这个商用的这个避孕呢 就是我们刚才之前讲的 这个磁基数和并桶 它的一个和 和到一起这么一个一个调物 甚至这个东西从 它发明到现在已经到 已经有50年的历史 现在来说的话 其实主要成分仍然没有变化 只是说它的这个一个计量上面 有稍微的一些变化 那当时我们做了 所以1960年的时候 就已经批准 FDA批准可以运用 但是那个时候呢 只是说对于已婚的这个夫妇 那对于这个未婚的妇女呢 其实一直要到1972年的时候 美国才法律说 允许这个未婚的妇女可以去运用 那这个时候呢 当时是通过在美国的话 一般是通过需要一个法案 才能够经历一个法律的这个进程 那当时呢实际上是通过了这么一个 这个叫做实际上是叫做这么一个 Estate Bard这么一个法案 他当时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就这么一个人他实际上是一个男的 他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关于美国的这个生育权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运动的这么一个activist 他当时是因为在当时实际上他是因为他在Bossett University就给了一个lecture 就做了一个这么关于避孕药的讲座 做完了过后呢 就是被这个警察就是被警察抓到监狱里面去 然后后来就上述就说这个他做完假做过 当然也是跟这个学生发放了一些避孕药 然后就被抓到监狱里面去 当然今天是比较难以想象这个事情的 他实际上在那个之前呢也是很多次被 因为宣传这个避孕相关的这么一些 一些内容被抓到到八次进了监狱 所以当时这真的是一个需要非常非常 不光是contracial 甚至是非常危险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社会的这么一个运动 那就因为这件事情呢 经过了这个美国最高法院的上述 然后最后通过这件事情之后呢 美国最高法院判定说 在1970年的时候判定 这个未婚的妇女是可以去使用避孕药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到底对这个社会 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有多少这个对于避孕药的一个使用量 就是fraction就是有多少百分比的这个 这个应该是妇女吧 去使用避孕药 这是他们的不同年纪 你可以看到从1950年1996年 差不多是1950年左右之后 有一个非常多的一个增加 这个人群中的百分比 你看到大概6年年之后 其实已经到了40百 这个应该是fraction 这个可能是 这个是指fraction of college graduates 所以在大学里面的比较相当的高 0.4的一个对比 那相关的呢 就是说这个直接的一个导致呢 就是说妇女的这个受教育就急剧的提高 是到了之后的1980年后 这个可以看到就是说 关于医学院和这个法学院里面 这个女性去进入医学院和法学院的这个一个人数 这个是说三乘以这个一百 就是每年之后 就是急剧增长 这个跟美国这么一个 应该是一个correlation嘛 跟这个美国的各种 女传运动也好 这个必须要使用也好 直接的打 导致的就是这个女性 女性在气候教育程度和工作机会上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相关的一些社会 当然其实也不光只是说 必须要本身了 也很多关于美国各种社会的一些 相关的社会运动 包括刚才我们所说的女权运动 还有她的一些 传统家庭方式的这么一些瓦解 导致于其他的变化 不光是在一个教育生 这个女性受教育程度上面 也包括一些 包括是离婚率 其实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增加 当然这个 还有就是说 单亲家庭的数量 也是增加了三倍 当然这个就是说 非常复杂的原因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美国社会的一个变化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 在那个之后呢 其实是非常有 具有沉积性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世关医务 世关医务现在有 有多普遍呢 比如说我们讲的 这个Elon Musk 他有五个孩子 这五个孩子 其实是两次 他前妻两次生育的结果 一次是双胞胎 一次是三胞胎 那很容易想象 他其实是这个世关婴儿 的这个产生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背后有个故事 就是Elon Musk 他的前妻 第一次的一个小孩出生呢 其实出生 之后几个月就去世了 那那个呢 当时对Elon Musk 打击非常大 他那个时候就很想的 就是再要一个孩子 有一心心的生命 能够来个缓解 他的这个悲痛 那Elon Musk这种人肯定是 以别人这些辈的速度在生活 肯定是不愿意去等待的 他就说那我要很快的 那个希望那个孩子 能够降临 所以后来就是都选择了这个 这个世关病 非常快的 非常定点的 就是是很快的生了五个孩子 那我听过一个笑话 就是说在Las Otis 非常都是非常富人区 你可以看到很多推车里面 都是双胞胎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种地方非常有钱 或者女性社交程度也很高 会推迟自己的这个 结婚率和生育的年龄 结婚的年龄和生育的年龄 所以有很多是这个 试管婴儿串的结果 所以你看到很多的这个双胞胎和三胞胎 可是为什么试管婴儿会造成很多的 三胞胎和双胞胎呢 就是因为其实每一次的这个存活率啊 你就是受精卵植入体内过程 会都是比较低的 所以为了这个保证这个存活率之后呢 很多时候实际上植入的 每次植入的是多于两个或三个 甚至是五个这样的胚胎 所以经常会出来都是多个孩子 那比如说试管婴儿有最多什么 几个七万个的记录吗 有有那个就被称为医疗事故 最大最多的是出来了八个 然后就只活了几周吧 就去世了 但那个是被作为医疗事故来处理的 所以说那个试管婴儿 最多几个是比较健康的吗 我觉得看到比较多的 其实就是两个和三个吧 我觉得再多你可以想象它出来 都每个非常小 每个都有养氧度量 就是很有可能都不留下来 那我们来先也是来看一下这个历史 他的这个历史 其实跟当时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人啊 都和刚才我们看到的避孕药 实际上是同一批人 这个江洛克 对于这个张明杰 也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 是避孕药的这个临床实验里面 非常重要的科学家 那他们其实在五几年的时候呢 也是发现了就是说这个五几年的时候 第一次把人的受精卵是可以从体内给这个 这个取出来了 那五九年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发现 当然首先也是在兔子身上做的实验 因为刚才你们可以想象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刚才张明杰最先做的这个 临床实验呢 刚开始就是在兔子身上做的 那就会发现 如果你把这个兔子的这个卵子 取出来和精子融合的话 在体外可以进行这个受精过程 然后再移植回去呢 可以正常的 就是要可以让这个正常的兔子出生 这其实五九年就实现了 那其实一 为什么从五九年 一直等了十多年过后 这个其实才真正是在人身上去做这个实验呢 其实更很多时候 这不是一个技术的地雷 而更多的是在等待这么一个论理学 社会的这个论理学的一个 那个实际的一个 一个实际的一个合适 让大家反对的事情去变小 然后才开始去在人身上去做 那其实在第一例呢 其实1973年的时候 就在人身上做了第一例的这个 体外的这个受精 但这个呢 并没有真正的植入到这个人的体内 只是在体外去做这么一个 完成这么一个受精的过程 那这里面呢 就是说1973年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大家就在那边讲一个故事 就是说其实主力是非常大的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这个主力 你必须要的主力会更加的大 那这个人呢实际上是当时 纽约哥伦比亚的一个 这个医学中心的这么一个教授 他也是被 被誉为这个试管婴儿的这么一个 开山始祖级别的这么一个人物 当时呢他非常想 就是在人身上去做这个实验 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历史 历史性的时刻 如果他不做就会给别人来做 那那个时候呢 他当时其实已经在一个妇女 这个DEO ZEO 他的这个妇女呢 已经同意了去来作为 这么一个吃螃蟹的人 或者作为一个小短暑 他为什么想要做呢 因为他嫁给了他的第二任丈夫 或非常想要小孩子 处在一种非常desperate的状态 所以就愿意去冒这个风险 那他同意去做了 然后这个教授呢 他其实也是 实际上是使这个所有精端 已经开始去融合了 但最后呢 这个消息呢 他自己能比较喜欢 这个叫怎么 可以比较喜欢去 出风头 就把这个事情说出去 说出去过呢 他这个 系主任啊非常生气 当时就冲到实验室里的时候 这个必须得停止 因为害怕这个出来是有丑闻 所以当时这个停止了 过他这个实验 就也没有办法进行进去 进行下去 然后最后呢 这个志愿者 这个妇女甚至把这个教授 和他这个系主任告到的法庭 然后最后他们是获得 当然没有获得这么多的赔偿了 但是也是获得一部分的赔偿 这个事情呢 他们其实不仅是损失了一笔钱 或者说有一些争议的名义 更重要的是 他们这个在美国啊 让美国在这个试管婴儿 就落后于英国 所以最后 人类的第一例试管婴儿呢 实际上是在英国出生的 实际上你们看 73年到77年又过了四年的时间 其实也是在等待一个 大家一个社会舆论的一个 一个成熟 一个大家那个可以接受的一个地步 所以77年的时候呢 人类的第一例的试管婴儿 Lewis Brown呢 是在英国的 英国出生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很多时候 是一个不同国家之间 大家对一个论理学的 一个接受程度的问题 但即使如此啊 Robert Edwards就是这个 第一例试管婴儿 我们可以叫他的一个 这么一个医生吧 叫第一例试管婴儿 带到世界上的医生 也在英国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阻挠 首先就是说 当时政府的这个资金啊 是拒绝资助给他的 甚至当这个第一例试管婴儿 成功的出生之后 这个政府仍然是拒绝 这个去给他 资助他的这个研究 所以说刚刚那个 不好意思 没有说 所以刚刚那个 Lewis Brown看起来 有点儿 这个是 这个跟那个 我觉得这个可能 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就是英国和美国 这个饮食习惯 很多人都非常有意思 因为其实现在是 非常多的人 是一试管婴儿出生的 没有这个直接的观念 所以说就是现在 已经有研究来表明 这个试管婴儿 跟这个婴儿健康之前没有 没有太多的关系 它会有一定的早采 这个会更高一些 就是也有些机率就是 会更多的这个多胎 多胎出生 这个会有些健康的疑惯 对对对对 但是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 这个健康的这个 没有太有直接的问题 那是玩婴儿 可以控制这个性格吗 就是 可以啊可以啊 这是非常容易的 但这个也非常争议了 对不同的国家 对于这个胎儿的选取的这个 regulation是不想读的 中国它实际上是不这样的 但在有些国家是可以的 那其实当然 这个后来这个也 这个故事也是 历史了 2010年的时候 这个 Robert Edwards 我只是为此获得了诺贝尔的这个生理学奖 就当年是非常受阻挠的 然后最后也是成为了这个被世界上 所谓科学界所得到的公认 那这个时候 当然它之前也是得到了另外一个奖 学术界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 一个叫Lasker的一个奖 最近也在颁发了这个奖 那这个奖颁发的这个颁奖课词上面呢 就有说这句话 就说你在做这么一个试管婴儿啊 你其实在跟一个Trinity在做斗争 这个Trinity呢实际上就是媒体 这个教皇 还有当然就是一些 甚至是一些非常 科学界里面非常有名望的这么些人 他们会共同的在给你这个处理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想象 我们所谓的这三个 特别是后面两个 在中国或者别的阶级的国家 其实这个处理是比较小的 那当然很有意思的是 大家可以看到 当时对于不同国家之间的这种差别是非常大的 其实第二年试管婴儿呢 就是在这个英国 第一年出生之后 非常短的一个时间 其实在英国出一出生的 同样出生的世界上第二年试管婴儿 但这个在当时的很多年都没有被报道 甚至英国当时的印度甚至是 这为什么呢 就是说首先这个医生呢 在并不是在印度非常羽毛 他现在是一个就是不为人所知的这么一个医生 并且呢他这个当时的实验是有条件非常的简陋 他的这个顺着实验是用的这个冰箱呢 实际上是一个家营的这么一个冰箱 所以当时这个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上心病狂的人 就是说做这么一个实验在一个看起来这么 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情况 所以大家对这个孩子的出生最后完全是没有谱 所以当时他在宣布这个试管婴儿出生过后呢 甚至当时的这个印度政府都在封锁这个消息 不想让他让这个世界知道这个事情 因为其实很大家很没有 没心里面没有底不知道这个出来 是不是一个灾难性的东西还是一个正常的 这个人的这小孩名字很有意思 Dirga是就是在印度教里面是一个 就像中国那个佛教里员石家摩尼一样的一个中国 对 所以他把命就是把它命名为这个 估计是就是 这个小孩很特别的这个意思 是的 一般你想中国人不会把小孩叫什么 对啊 就是这肯定是一个开放性的这么一个 那其实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试管婴儿 其实试管婴儿这个故事呢也非常简单 不是说简单就是说 刚才一个人能够在家里面去完成 就是家用的印象来完成这个世界 其实本身也没那么复杂 嗯 他首先经过的是要经经过所谓的排卵 就是要其实是让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妇女 他去去服用这个一些激素 然后让排卵本来不是一个人只排一颗吗 他其实为了提高他的这个成活率啊 其实一次会排好几颗卵 所以要会需要去服用一些激素 然后第二个做的就是第二就是把这个 然后就取卵 通过一些这个啊 一些sensor 一些那个辅助的阶段去去从卵 朝来取卵 取完了后呢 然后在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试管呢 实际上是一个培养岭里面 把金子和卵子融合 融合到了啊 16个小时之后 就是一个啊 应该是48个小时之后呢 在移植入这个一个女性的一个子宫 当然这个可以移植到他本身这个母亲 这个的妇女里面 也可以移植到另外一个妇女的这个子宫里面 如果是移植到另外一个妇女的这个子宫里面 就是所谓的待遇女性了 但很多原因是因为这个比如说这个妇女 年龄过高 或者说子宫有一些什么病变 这个之前是没有进行比如说金子或者卵子质量生成 有有有 这个是有的有的 一般其实取出来过后 它金子会要进行塞 会要去进行质量的筛选 卵子会 然后最后其实送金卵融合的时候 一般也会融合好几个 之后然后还要经过这个一些筛选 然后最后才选出质量最高的一个 或者最高的几个 然后再质量 那这样是不是说就是试管婴儿 其他的这种身份是可能 一来平安后到高的身材小孩 是不是会 就是比正常受孕可能更健康一些 就是对正常的人来说不一定 但是对于有家属遗传必死是这样子 因为我这里面没有讲就是 现在试管婴儿除了对于这个高龄妇女 或者说就是这种有一些 实际上是对精子力的高度选择过程 对 他现在很多时候有一个应用 就对有家族遗传病史的 特别是如果是那个父母里面都是写性的 然后他其实是通过 其实总和过还会去做一个genetic testing 然后去塞选出那个 没有携带那个遗传基因的这么一个谈 甚至我后面会去会讲到一点 就是现在有这个gen editing的这么一个技术 其实现在就是我后面会讲 就通过通过这个对于受精卵本身 进来进行一些这个基因的剪辑作用 然后来把它携带的这个有痴病的这个基因 实际上是给它敲除了 这个其实也是基于需要去基于这个 试管婴儿的这套技术 那当然这个到现在来说其实是比较成熟 但是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社会上对他的一些批评 比如一个就是说它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产业 我甚至跟国内的一些就做产间检测 或者说医院的一些人交流 他们说包括在中国 这个医院现在收入 很多医院收入最高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试管婴儿 因为对于中国 其实在美国也一样 大家都是希望有一个一个完整的家庭 都是希望有孩子 那其实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 他可能是远困的 那所以在国内的话 包括美国一样 这个试管婴儿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在这个非常高额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治疗 这么一个手术 这么一个费用 其实是非常高的利润 但是因为很高的利润呢 它的监管又不是很利 所以也出现过一些这个事故 所以事故呢就是说 我们刚才讲到 其实08年的时候就是加州 他有一个人是移植了12个兽经纹 大体的 然后最后有8个存活 所以要让这个妇女生下了8个胎儿 那当然这个8个胎儿 也可以想象美国都非常的小 所以就只生活了几个星期就去世了 这个是 全都去世了 是啊 这些全都去世了 你可以想象美国都非常的小 这个是 所以这里就是说 有的时候 这个监管不是很利过 不是很 不是很严的时候 在很多时候 大家可能比较急功继续 甚至另外一点就是说 有些人 其实根本就还没有必要去做 试管婴儿的时候 那这些医生可能 因为利益的驱动 然后就鼓励这些人去做 因为这个成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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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是非常高 就让一些人 其实没有必要去做 这个试管婴儿 大概有多少 这些平民 就是这些 墓中的墓中的差别 几万美元吧 在那边是 一千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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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不同的国家 不太一样 那现在另外的就是所谓的 这个一个待遇母亲的这个旅游行业 所谓是旅游行业呢 就是因为在不同的世界上的不同的国家 这个待遇母亲有的是被禁止的 那对于这个禁止的国家呢 很多就会跑那些不被禁止的国家 去做这么一个待遇母亲的这么一个手 这么一个流程 那这个呢你可以想象所谓的这种 监管不利的这么一个 尽管不利但是又有非常到高的社会需求 这么事情就像毒品一样 或者说设计行业一样 经常会出现非常高的价格 缺乏这个管控 经常会 而且会有一些诚信的危机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 大家可以感兴趣可以去多读 可以去了解一下这种 其实也是属于非常深的这么一个行业 能不能就是讲一下你这个color skill 看不太清楚可能有一个网站 就说这个是红色的就是禁止的 然后 这个可能是控制的吧 然后我其实也 然后灰色的是没有控制的就是完全不受管控的一般都不算看了比较穷的那些人家 然后蓝色的话就可能是他那个叫做翻译盘 叫自愿的吧就是 美国的东西吧 美国的东西就通知州不合适 就美国不同的州呀 不同的州 大家都说其实是没有管控的 然后有些是红色的是被禁止的 然后绿色的是restrictive 可能就是有一些受限制 让我们看一下 相应的就是这个动物 我其实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你可以看到一个媒体怎么样去把一个东西去宣扬的比实上要好 其实我觉得许晋雷他也是在中国是一个现在独立自主女性的这么一个代言人吧 感觉他也是非常的一个女神级别的人 然后也非常的敢于去比如说不结婚到现在没有结婚了 然后比如他去13年的时候能动丸子 并且把这东西讲出来而且要去宣扬一下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其实在于我觉得对于中国这个社会引发了很多讨论吧 甚至我觉得同样的一个时间吧 其实13年14年他15年接受访谈的时候开始去说这个事情的 那在美国其实14年的时候呢也是发现了Facebook和Apple为这个员工呢提供这个动丸 提供这个叫什么这个insurance 就是提供这个给他们提供这个费用嘛 让你可以去做 所以我觉得在从13年14年15年开始 中国也好美国也好 我听到我这位的朋友去讨论动丸 这个事情就越来越多了 那其实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你可以想想想事馆应该有多不扬 就光是一个动丸就得2万美元 动丸其实是其中的一部而已 然后其实你这个东西上其实就跟买了个房子一样 你动了给我每年都得交这个冷冻费了 其实这个每年的冷冻费其实都是500美元 五百美元 你动一年就是每年都得交 那其实Facebook和Apple呢其实本来想是做这些好事 我估计吧也是应该是女性女员工 向他们提出要求说能不能公司来cover这个费用 那这两个公司做这个好事不后呢 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就是说说你就是公司压诈欺诈这个女员工啊 要鼓励大家玩玩生育 然后多给公司卖密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推就是可以推辞这个生育 其实我觉得大家大家就是这个想多了 我觉得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这个技术不是说一个可以买青春的技术 它其实的成功率有没有那么高的 我觉得大家凡是能真正是做一点这个research 做一点这个homework的话就会知道 其实这个东西不是说真正可以让你凝视自己的青春的事情 那这个呢 因为特别是14年不后呢 我觉得在美国这个冷冻卵子的这个行业啊 就是这卵子银行 其实就是大冰库 这都是冰箱 然后这都是那个液氮瓶子 这形成的很大的一个产业 你看这边不知道有多少卵子 这个每一个箱子里面都是大的这个液氮瓶 那这个和普通的冰箱差别多少 -80度 -80度 是液氮 所以它这个 你把这个卵子在到了之后 它这个成活率有多少 我会讲 其实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可以讲 等一下我会讲的这个成活率 OKOK 那你慢慢来 那其实就会讲 那当时也会说了 那这个对于这种当时引发的一个评论声 当时其实这个人是一 大概是一二年 一三年到时候 当时出了一书 就是那个 Facebook的这个CLO吧 这个Share's Center 他当时就是写了那个书 来提 来号召这个女性在 在支撑 要更迈进一步 但实际上在美国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 嗯 在美国比如说CEO这个级别 这个 500强的CEO 只有5%是女性 那关于leadership呢 也只有20% 就是很多原因 就是因为 其实女性 当然有历史的原因了 但还有原因就是 女性在30岁左右的时候 因为家庭和生育的原因呢 会影响她们这个职场的一个进步的一个速度 那不用来看一下 这个 如果大家想 如果有人想要动了的话 是怎么样一个步骤 其实这个步骤和视管理来的前面子 非常像 那首先呢 其实也是要服用这个激素 来促进排卵 因为它 你不是每次就取一颗吧 一个月只有一颗 那其实你自己是取的5到10颗的 所以其实这个 会促进排卵 在那段时间里 然后呢 就同样的会在卵巢里面做一个小手术 把这个卵子给取出来 然后之后呢 就动在这个叶带里面去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步 就是一般取6到14颗的卵子 那其实大家知道 无性的卵子数量呢 一辈子都是有固定的数 你取的 其实少一颗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其实要去取这个卵 那第三个就是来冻 那我们先来看 那如果说 如果真正冻了卵的话 它的存活有多高呢 因为这个历史数据有限 那我们先看一下 现在我们已有的数据啊 那其实 从 比如说我们看2012年的数据 2012年的数据的话 是有300多个卵子 它是被解冻 然后想来进行这个 试管阴儿这么一个手术 那之后呢 其实只有83个是真正的 导致了这个存活的这个婴儿 所以这个存活率只有24%的 那你如果其实可以看到 就是说 对于试管婴儿来说 如果你是取新鲜的卵子 然后进行这个受精卵的话 还是和你这个冷冻过后的 这一个过程来比的话 这个 这个 这个叫什么 导致于这个婴儿出生的概率是不一样的 其实你从这个 鲜活的状态只有50%的这么一个成功率 但是如果你是动过的话 就只有33%了 这么看起来好像没有降低太多 但其实另外一个关系就是看你这个 年龄跟这个母亲 当然其实这个其实上是跟 两个原因有关 这个就是说你取卵子出来 这个女性取出来这个年龄 第二个的话就是会植入的时候 年龄有关了 我们当然这个写的 其实 我们这个看的实际上是 如果是一个鲜活就是一个新鲜的这个母亲 你其实可以看到 跟零电的关系是非常大的这个错误 所以其实是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原因 它既跟你这个取卵的年龄有关 也跟植入的暖龄有关 当然你所谓 你再要去解冻一次过后 其实这个概率就下降了 所以其实都是在赌啊 如果你真的愿意去延迟几年生日的话 你的这个概率也会降低 那这个算数是哪个人来说 对于你刚才说这个算数是不一样的 那你说50%多30%多 这个是比如说先进在五个年龄的 这是average的一个品状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当然 这个是一个网站上 这个一个团子银行的 其实就是湾区这边的一个 就是一个公 提供服务这么一个服务的 这么一个公司 它给出了数据 当然了 这个一般的这种数据都是有 有虚招的 因为大家可能 这个可我们刚才看的 其实要更高一点 但就可能就是marketing的一个数据 但即使这个marketing数据你可以看到 这个刚才回答博翔的问题 其实这个85%差不多 就是说你真正是这个冷冻这个卵子85%可以成功 那你 动多久呢 动多久80% 它这个没有写了 其实我觉得你动的年龄越 时间越长 也是有些质量不会下降的 有些变化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每一步 其实都会 都会有个失败率的存在 所以大家其实 我也有些朋友去做过这个 所谓这个IVF的这个世法银行 其实对人的心理素质是很大的考验的 特别是那种特别想要小孩 但如果不是特别想要小孩 不会去花那么钱去做了 所以每一步其实它都有个失败率 其实对人 对一些心理素质考验也挺大 但是呢这个其实是越来越流行的一个事情 在09年的时候 当然你可以看到 这个技术一点都不新 七几年就有了 但是到了09年的时候 在美国只有500个女性 是做了这个 这么一个事情 那到了13年呢 就5000个 那大家其实预测 到18年 就是明年的时候 估计会有7万人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东西是在指数性的增长 我觉得这个跟媒体的这个 报道有非常大的关系 当然这个女性 生育年龄越来越晚 也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我觉得这个生育年龄 在过去的10年 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变化 更多的我觉得 是一个媒体的影响 这是美国的数据吗 这是美国的数据 我觉得中国现在 也挺多的其实 在中国 特别可以想象 中国的一些媒体 和各种 这种提供服务的这些机构 更会把这些事情吹得天花烂坠 所以 东南 大家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就是更年期之后 之前想把这个卵族保存下来吗 其实就是这个年龄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 大家其实 其实 当然这个年龄跟 其实就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是一个试管日盘 跟不同年龄的 这么一个成功率 但其实就是正常的怀孕也是一样的 你到了35岁 女性到了35岁以后 他的社会运率就会下降非常快 我以前给过一个讲座里 那个主性的那个方案 就是他大概来说 一个人在20多岁的时候 他每个月的这个 社会运率是大概20%左右 到了35岁之后 就会有一个很快的一个 对 所以我不是很理解 就是说你动卵子 不动卵子 他的社会运率都差不多 为什么要还要把卵子动起来 就是说你 你其实就动到那个年龄 就是说你其实有些人 比如说到了40多岁的时候 他已经不能 他可以找再找代孕母亲 你的意思是 这个是 这个是你卵子的年龄 而不是你这个母亲的年龄 对 这是卵子的年龄 但是这个这个数据 其实给的是一个 其实一个新鲜卵子的年龄 但是你动起来过后 就是说你比如说 到你40多岁过后 你大于40多岁过后 你那个卵子的这个 受孕率非常低了 但你动出来过后 其实你 当然不能完全说 就和你20多岁的受孕一样好 但是其实就比你40多岁的 那个卵子更好 而且有些 这个受孕率它并不是 就是 卵子只是这个受孕率的一方面了 对 如果是你母亲是42岁的话 对 就是大 因为你的那个子宫啊 卵巢也会就是degrade 对 是的是 所以他有两个选择 那个时候他要可以找代孕母亲 而且其实在绝经过后的就是女性 也是可以 去怀孕 就是现在IPF技术 是可以让一个人 在绝经过后去怀孕 但是他也是成功率 也不是那么高了 但是也是可行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动 用男子的范围计划就不可能了 嗯 而且现在因为可以去找代孕母亲了 所以 有些人其实过了40多岁 不过还是可以有自己的孩子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 你这个 那如果你不去领养一个孩子 或者说你怎么去考虑这个问题 你还经过一个代孕母亲 就是这么 当然就是说 可能每个人对自己这个基因的遗传 还是每个人他所在 这个 这种程度不一样的 对特别像 就是 东亚这种 传统基赖很 这个观念很重的一个社会 就是 很多人都不想 就是肯定是想要把自己的这个 这个悬脉放下去 对啊 所以这个就提供了一个机会了 就是说 但是很多人可能就是做这个视频之前 也没想那么清楚 我觉得 很多人就觉得 你可能过几年就不能生了 那我觉得我把动起来就还能生 其实也没那么简单 其实之后我就干了不胜了 嗯 那我们现在可以讲一个就是 现在 现在这个 现在正在进行试吧 就对这个 不光是生育技术 我觉得现在就是生命科学里面 最火的一个事情 最火的一个技术 就是这个CRISPR 那其实就是一个 基因编辑的一个手段 那这个叫做 CRISPR-Castline 它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能够定点的对这个基因组 进行一些编辑 它主要有几个东西 啊 一个叫guide army 这个guide army呢 就是跟你基因组里面 一个一个定向的这个因组 去匹配 你想对什么地方 想要去对它进行编辑 对它进行修改 你现在要去合成这么一个guide army 跟它有一个去匹配 那同时它有这么一个 一个枚 这个枚的叫做Castline 那当它们进入到这个 这个细胞类过后呢 就会对于这个把点进行修改 比如说它可以把这一块给剪 然后你外源的另外一个 你所想要的这么一个定量 就可以插进去 这个技术呢 其实也是真正开始运用在这个 叫做什么 动物细胞上面的 就是非常近的事情 就是13年14年才开始 才开始真正用到 这个系统本 这个体系本身实际上是细菌 细菌的一个免疫系统的手段 那到了13年14年过后呢 这个华人科学家张峰和这个 这个那个Burkney的一个科学家 叫Jennifer Goffens 他们就把这个技术呢 分别运用到这个免疫 这个动物细胞上面 那这两个事情呢 就非常了得 这个就是大家都觉得 他们可以去得诺别奖 虽然到现在那几年时间 基本上 那么现在是重量就可以了 因为医院子